音速速数次被谢迅所辱 为何宁死也不说谢迅的下落 长大后才懂 在《以天屠龙记》的开篇 金庸花费大量的笔墨 描写张翠山和音速速的爱恨纠葛 由于金庸对他们二人刻画得极其详细 许多读者都误以为 他们才是以天的男女主角 不过张翠山和音速速 在冰火岛上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 这一对情侣不仅要在冰天雪地里苟延残喘 还要时时刻刻 第一方视如风虎的谢迅 原来谢迅早年修炼七伤拳弄伤了心脉 每到刮风下雨之时就会受性大法 张翠山的轻功很高 尚能招架得住 但音速速终究是一介女流 如何能抵挡得住 书中是这么写的 张翠山睡到半夜 呼听的音速速大声尖叫 放开我放开我 张翠山一跃而起 在冰山的闪光之下 只见谢迅双臂抱住了音速速 口中和和的发出野兽的声音 如果说此时的谢迅丧失了理智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还情有可原 可当张翠山准备出手制止谢迅之时 谢迅却如此说道 我见这姑娘生的美貌 今日便要占她身子 就算你是她丈夫 也给我站在一旁 成乖的瞧着 你再多说一句话 我一掌先进你下兵山去 谢迅口出狂言 音速速自然也听得一清二楚 尽管张翠山最后以命相搏 守卫了音速速的清白之身 但没过多久 谢迅卷土重来 再次将魔爪伸向了音速速 书中是这么写的 谢迅突然大叫一声 一把抱住音速速 嘴里喊道 我急死你 我急死你 让人费解的是 十年之后 张翠山带着音速速 离开冰火岛虫反中途 在群雄的逼迫之下 音速速不但没有说出谢迅的下落 还跟着张翠山自吻而死 那时张翠山之子张无忌正好十岁 为了张无忌的未来 张翠山夫妇决定返回中途 但张翠山夫妇哪里会想得到 他们刚踏上中原 就遭来了各门各派的逼迫 原来成坤当年害的谢迅家破人亡 谢迅为了嫁祸成坤 不惜假借成坤之名滥杀无辜 却因为纸包不住火 终究被各门各派识破 此时谢迅的手里 不知沾满了多少无辜人的鲜血 因此 当张翠山夫妇返回中原之后 少林 峨眉 昆仑 华山等门派齐聚武当 表面上是替张三丰祝寿 实则罪翁之意不再久 音速速很聪明 还试图用一句谢迅早死了 将这件事搪塞过去 岂知少年张无忌 红颜无忌 居然哭着喊道 义父没有死 义父没有死 随着张无忌的口无遮拦 群雄一下子恍然大悟 当即明白谢迅尚在人间 还成了张无忌的一副 音速速的结拜大哥 照理来说 音速速当年会和谢迅一结金蓝 或许有些虚情假意 毕竟谢迅的武功太高 只要和谢迅结拜 那张无忌自然就成了谢迅的一子 有了这些关系 音速速一家 就能安然无恙地待在冰火岛上 随着音速速返回中原 音速速完全可以在群雄的逼迫之下 说出谢迅的下落 一来一雪前耻 二来成功转移矛盾 为自己开脱罪名 可音速速居然狠狠打了张无忌一个耳光 还宁死不说谢迅的下落 这样的剧情架构 是否有些违背了常理 其实 初读金庸小说的我们 还是一个个懵懂的少年 哪知金庸的言外之意 好比我们在阅读神雕侠侣的时候 也被一个同样的问题困扰 那时小龙女被点了穴位 无法动弹 最终被全真教的尹志平趁虚而入 夺走了宝贵的真结 大半年过后 小龙女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可小龙女不但没有击杀尹志平 还在崇阳宫对杨过说道 过 我那日给欧阳峰点中穴道 动叹不得 清白为此人玷污 纵然商欲 也不能跟你成婚了 但他 但他舍命救我 你也别再难为他 总之 是我命苦 此时的杨过练成了玄铁剑法 接连挫败了金轮法王和全真妻子 只要小龙女点个头 杨过的玄铁重剑 必能将尹志平大卸八块 然而小龙女为何对杨过说出了 别再难为他这句话 年少的我们当然看不懂了 直到我们在历经了生活的磨难之后 重新翻阅原著 这才领悟了金庸的良苦用心 原来小龙女当时把尹志平当成了杨过 因此在中南山的草地上是心神俱罪 只盼二人合而为一 其次 小龙女和蒙古三杰大打出手之时 金轮法王忽然发动偷袭 也是尹志平挺身而出 致命的一击 对于小龙女而言 尹志平不仅救了自己一命 还是生命中第一个 让自己销魂尸骨的男人 因此 小龙女会对杨过说出那样的话 就变得情有可言了 反观殷素素 虽然他在冰火岛上 数次被谢迅所掳 虽然他和谢迅结拜 是出于其他一些目的 但随着张无忌的出生 谢迅却真情流露 不仅把张无忌当成亲生儿子 还比殷素素更疼爱张无忌 加之殷素素 张翠山和谢迅结拜之后 在冰火岛生活了十年 这十年里 三人同甘共苦 风雨同舟 早就成了患难与共的一家人 如此一来 就能明白 殷素素曾被谢迅欺辱过 但自食之中 不愿吐露谢迅的下落 仅庸塑造人物实事功力深厚 坎思写的是虚拟的人物角色 却将人性的复杂 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看完之后 不由地叹为观止